行政長官李家超到訪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視察臨床病理化驗室控制中心和治療設施 並聽取醫護人員介紹中心在分層分流治療策略下的定位 和日常病人流轉安排 他之後到醫院管理局傳染病中心 聽取負責人匯報新冠病人的治療方案和各種的支援服務 以及相關設施是應對未來疫情的應變方案 李家超說涉及幼童的入院和重症個案近日有上升的趨勢 呼籲家長進組安排子女接種新冠疫苗